你是不是要跳舞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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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YouTube有人写信来问 他用开始的时候 用小步跳一跳才开始 他要问怎样来做 几时才做 很多东西他们 我相信他们几时 后来我玩天好的时候 人家什么时候打你什么时候跳 人家要delay你就要delay跳 你要跟timing 人一打你在哪儿跳 来 那个小步 他那个问道很好笑 我叫他看日本那些双女的 因为他们跳的时间很调整 刚刚好对手刚刚还没有打 你一定要掌握对手打的时间 如果你掌握不了时间 你跳就没有 因为你一跳就要走 如果你跳了你还没打 或者跳了你打完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感觉 他要打了你 最好要吃到那个 所以那个小步是什么 是个调整 比较降 因为大部分 你小步 小步以后我马上就很输了 这个步就可以停了 我有一个小步我就可以伸出去 如果直接伸出去 你脚拍不进 那那个我们打球已经明白了吗 他问我我就讲 诶 我没有想过 我只是会做 那就问 你可以帮我问师傅吗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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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吗 慢慢就 是 你要就哭啦 慢慢慢慢 就吃到那些 比方说 没有打球 没有什么感觉啊 是哦 我也这样跟他讲 他也说 没可能啊 那我就在跳 哈哈哈哈 好笑 好笑 好笑啊 啊 我录这个设计处 起来给他听 哈哈